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今天我们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二入港股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财经专家 也是古怪教授谢陈彦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所以首先请教一下 当我们在进入这个入港股解析之前 先来看台北股市昨天的表现 台北股市昨天呢 集中市场是大跌的 但是呢OTC呢反而是开低走高 集中市场的部分呢下跌了221点 收盘指数14556点 跌幅1.5% 成交金额1984亿元 OTC的部分呢 也则是开低走高 上涨了1.05点 收盘指数是185.39点 涨幅0.57% 成交金额是586亿元 好那么在进入入港股解析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台北股市的盘前解析5分钟 好 我觉得昨天一开始 一开始下跌其实就有很多的 不要说昨天一开始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样的讯息 说不会互盘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个 这个有有一点阴谋论啊 因为我觉得到到到也没有这么这么大的一个这种 这种反情绪反应在股市 当然一开盘就跌 我觉得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无可厚非 但是实际上回到资本市场来看 我觉得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 在周末前的美股 其实已经被联总会的一些态度 其实因为原本 其实一开始早上 早上风云姐谈的新闻里面也有谈到 就联总会的这个升两码三码的一个几率的一个变化 大家也开始又发现说 好像实际上还是必须很认真的去看待 升息这件事情 因为这一波台股的一个上涨 坦白讲很多基本面的因素并没有改变 那所以一个一个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反弹 这中间当然还反映在逢低承接的这种氛围当中 但是反弹上来以后 幅度坦白讲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够大了 你需要有一些回档修正 还记得我上礼拜 其实我来的时候 我也是说如果这个回档修正 你只要称在一万三以上 我都觉得还是OK的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回档修正 我不会太过担心 但我说最主要原因是美股是一个 第二个其实还是在 鹿港股的一个部分的一个状况 因为毕竟 现阶段这个白子运动的部分 会怎么样去蔓延影响到资本市场 我觉得这是大家观察的 所以昨天很明显一开始就是成分股的卖压 我就是成分股的卖压 当然如果是 所谓的是台北股市的 台北股市成分股的卖压 全职股全职股的卖压 那当然在这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再去对照OTC的话 反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没有想到今年第三季好 也不要讲太久 比如说九月十月 其实只要加全职数跌 OTC也是跌的 这个代表就是说 主力市场它边做边看 大环境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你外资如果不回来 持续买进这个加全指数的话 其实主力也没有兴趣在这个地方去摸底 可是我们昨天所看到的情况是 主力开始做他自己的股票 他不太在意你大盘 加全指数整体的表现 也就是说大家对接下来 整体的行情是有信心的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如果我们去看了 大家对整体接下来到明年第一季 就我在讲不一定 加全指数能够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不一定 但是到明年这个第一季这中间 你很多产业基本面 各方面的一个杂讯 其实比较难验证 比较难验证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觉得还是处于各股表现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觉得股票的一个选择 我还是比较支持说 这个时间点还蛮适合去做中长线的布局 即便我们认为未来明年整体来讲 第一季落底的可能性很高 就景气 我认为第一季景气落底的可能性很高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你用这半年的时间 去把一些大型的成分股来布局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当然现阶段做短线的人 当然你还是会害怕 可是我觉得我们比做比较中长线思维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个股 个股的角度 个股的角度去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当然现阶段我觉得持续观察一下 那个大陆的这几天 对他后面到底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 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运作 应该是可以把 应该是说 把他拿来跟反送中的概念做 对股市的影响 但他不是反送中 但是我是说 他对股市的影响的力道 应该可以拿来跟反送中做一个比拟 这样子 好所以呢 现在你觉得 如果就低点来讲 他现在当然不是低点 对没错没错 那可能还有很大 可能还会有修正的幅度 不能讲说很大 可能还会有修正的压力 对 那在这个修正的过程当中 那么可能一些 因为时间点你预判 景气的低点是在明年的第一季 对 所以股市提前反应的话 是有机会在 未来的很短的时间之内 看到低点 可是这个低点 也许就在这个附近 其实开始布局是可以的 但是短线上面来讲 压力还存在 对 那我一句话ending 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市场的 大型的操盘人的思维是 他希望不要涨那么快 他有一个回挡的机会 让他们再做第二次的布局 好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陆港股的部分 我们一再提就说 他其实受政策影响 非常的大 那之前呢 陆港股的反弹 跟他在二十大之后呢 接着11月11号吧 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 开始推出了 优化防疫防控的 二十条措施 有很大的关系 那当时所看到的 认为 其实朝着防疫 放宽的脚步去走了 但是呢 地方在执行的时候呢 一来你可能 你根本就 你还是给了地方政府 很大的压力 要求说 他们一定要清零 那所以地方政府呢 就加成加码的 这个防控 现在引爆的民怨 其实是还蛮严峻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以陆港股来说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一直都在 这个附近 一直在平盘 瞎扶整理震荡 但是呢 礼拜一一开盘的大跌 像华尔街分析师都认为说 不太确定 未来到底可能会 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你的判断呢 其实这中间 我们从上个礼拜 我们节目过后 就是谈一下 然后我再把这个白子运动 加进来 然后最后我给一点 我再给一个 比较明确的结论 好不好 因为 在还没有白子运动 发酵之前 说实在话 上个礼拜 李克强针对 这个 这个 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的时候 他谈到了 这个 应该要40降准 这个 这个我们去计算了一下 如果这个40降准 确定宣布的话 他对于 整个金融市场 来讲 整个资本市场来讲 大概有5300亿 人民币的一个 资金的一个效应 上礼拜五也宣告了 就是向准0.25个百分之间 股市已经带来一些 感觉上他开始有一些利多出来了 然后再加上之前 在前一个礼拜 其实房地产16条的 一个相关性的政策 再加上 有释出一个2000亿人民币的 针对于烂尾楼 能够保交屋的 这个讯息出来 其实 上个礼拜 房地产的股价 那确实也开始大涨 所以当时 如果从这个时间点来看 我们认为应该 不是说好的 大幅度的行情要来 而是说 可能应该慢慢的 要走出这一个 整个阴霾了 但是重点还是在 清零政策 松绑的力道 速度跟时间点 当然这中间 产生了一个 白纸运动的 这一个事件以后 我觉得现阶段 大家在观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它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 如果这件事情失序了 扩大成整个大陆 全国的一个效应的时候 对外资来讲 其实资本市场很怕这种 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 动荡 动荡 因为第一个你会产生 产生的影响是 消费的问题 还有企业营运的一个问题 还有整个 投资市场民心 能不能愿意进场投资的这些 这个都会影响 我从比较 就是同臭味的角度 来讨论这件事情 确实它会影响到消费 企业 资本支出 还有包含了 投资人进场的意愿 那这个部分如果扩大的话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件事情 可以先暂停不讨论 但是如果第二 另外一个就是 这件事情处理的 比大家预期来的好 而且顺着这个 整个民意 就直接去做 就真的快速的 这个解封了 这个是最乐观的一种预估 对 但是短线上 它会产生的冲击很大 因为你的医疗量能各方面 你能不能马上去应付这些 突然来的疫情 可是这个短期的阵痛 将迎来中长期经济快速 复苏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大概就这两个版本 那你说有一个中间版本 一种是失序的 对 然后一种是快速 但是会有阵痛的解除解封 对 那中当然有一种比较 乐观的讲法 就是说会有一个中间版 就大家也满意 然后它又慢慢解封 我说不太可能 这个困难不太高了 这个 你在一个非理性的情况下 你要用理性的解决方式 我觉得不太容易 现在要么你就是一鼓作气 直接就开放 要么你就继续 把整个市场绷得很紧 大概 我们现在在观察是这样 好 那当然这个东西 我也没有办法评论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这个部分 已经超出了我能评论的 我能力评论的范围 那在这件事情过后 我就回到 我刚才想要讲的 我原本今天想要讲的内容 对 就是我原本今天想要安排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比较 基本面的一个思维 就是说 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 这件事情 我们要花多久的时间 去面对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还是说我们需要花一整个月 就第一个是说 我们要先确定 它是有秩序还是无秩序的 对 而第二个部分 就是要去确定说 因此它的速度会加快 还是速度会变慢 对 这两件事情 其实都是不确定性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 今天就告诉大家 我的想法 我们必须要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动态的去观察 那我们也一直在收集 就是目前 业界的一些讯息 但是这个讯息 因为太最恒新了 所以很多 业界的报告 目前都还没有跟上 而且内资的部分 大陆内资的部分 很难去 不太会去评论这种事情 但现阶段来讲 我看到的是 昨天的一个 北上的一个资金 退出的状况 并没有我想象的严重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今天我们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财经专家 国外教授谢晨燕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我们刚刚就提到了说 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其实确实感受到 那个旧经济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李克强宣布说 要降准 然后礼拜五 中国人民银行 也就立刻降准了 0.25个百分点 要12月初的时候 就会释出资金 大概是5300亿人民币 好 但是这个效果呢 被白纸运动给 给这个推翻了 或者是压盖住了 那现在 这个白纸运动 对于 当然我觉得 它有社会面的影响 那不是 可是我们现在是金融 我们是财经节目 我们不太可能去讨论 太多的社会面的影响 我们必须从金融面的 这个情形 然后来为大家分析 你刚刚讲说说 昨天 因为这是白纸运动 开始的第一 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然后从北向资金去看 外资的动态 对 基本上 原本我认为 因为昨天一开盘 其实入港股的跌幅 其实蛮大的 后面是有些收敛 那我就去看 当然昨天晚上 赶快去看了一下 北上资金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是流出的啦 但是流出的金额 我看到我觉得 这什么 几乎没有 不太多 就比我想象的 那当然 一天也不代表什么 可是通常第一天 应该就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 第一天应该是反应 最激烈的 最激烈 但它没有我想象的激烈 所以 我在想 我刚才谈到两个版本 会不会真的外资的思维 也是 你清零政策 迟早 迟早要开放 所以你认为说 这件事情反而会加速 开放 开放 那当然开放初期会有些震痛 那震痛过后 反而对于整个后面经济的爆发力 会比较强一点 因为最近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调查 你刚刚讲的说 北向资金流出的金额很少 是有多少呢 不多啊 不多 一点点而已 OK 对 对 那因为最近 大家在谈论一个概念 就是把 这段时期的走势 跟2013 2014年 上证指数的走势 去做对比 其实是高度的重叠 那因为当时 2013 2014 整个大陆的经济的状况 也不是很理想 然后到 2015年 2014年的 第四季的时候 突然之间 股市的一个喷发 到 2015年的一个暴涨 然后之后暴跌 这样子 那很多人就在对比 这个时候 跟那个时候的走势 发现是高度的重叠 就基本上 两段时间的走势 几乎是可以跌在一起看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 所以现在是不是在酝酿一个 大概半年后的一个行情 就是说时间点 刚才不是说什么 那时候是9月 现在也是9月 我是说 就一个时间序列来讲 就有人在谈到这件事情 当然这当中有一个比较主要 就是我们在观察 利润率周期 就是说 现在因为 清零的关系 很多的 成本的 这个下降 导致它的利润开始增长 当然这增长不是真的因为 供需之间的一个关系 但它的利润率周期 确实开始 慢慢的在回升了 那如果按照过去 利润率周期的 一个轮 你这个利润率周期是 就跟景气循环 企业的利润率周期 其实跟景气循环的思维 蛮像的 因为企业的利润率周期 那你想的因素很多啦 就是说 为什么它的利润会增加 其中有个因素 当然包含了 它的成本的降低 也让它的利润增长 但是 慢慢的 目前消费力没有上来 库存其实也有增加 那可能还有 包括要打消库存的 这些问题 所以呢 往往在 四到六个月过后 就是按照过去的 这个统计的一个数字 大概在四到六个月过后 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 景气循环股跟 成长股会开始 轮流动起来 轮流动起来 当然不是现在啦 我是说 大概都在四到六个月之后 因为它有一个lag的情况 就是 利润率周期起来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最近 我们看到一些 法人的一个资金 报告在讲 就是说 他们认为在这个跨年的时间点 这个入股很有机会 出现右脚 甚至开始有一些复苏 我觉得 依据的情况 跟这个概念是很像 也就是说 当你的企业的利润率周期 起来了以后 大概三到四个月 那我们如果去抓 十一十二一二 那就是二月嘛 对不对 然后或是四月嘛 那也蛮合理的 就时间序列 你景气循环股 会开始动起来嘛 然后再来就是 你的成长股 也开始动起来 那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确实也看到了 地产啊 相关的消费类股票 已经开始活跃起来 所以 当然现在 我们在讲的这个东西 必须 在我们要看 这段时期 白子运动的状况 变化的如何啦 因为本来 我要讲的就是 这是我今天本来要讲的东西 但因为白子运动 加进来以后突然卡住了 但是所以我的意思 我前面已经有先铺陈了 因为我怕有的人 中间进来听的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我们在 白子运动放进来以后 我们就 等这个运动 比较有个正式 而且明朗的结果的时候 你可以继续 去接我现在讲的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白子运动之前 他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 是不是利润于周期 已经在低档 开始有机会反弹 这样子的一个预期了 但是因为白子运动进来 他就出现了一个 金融上的变数 而这一个变数 目前我们很难判断他 在短期之内 是不是能够厘清方向 因为无法判断 所以先必须要等 白子运动的 冲击结束了之后 才能回到那个利润率周期 对 但是他有一个有趣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白子运动的两个结果 所以一个比较 封闭性的一个结果 也只会让利润率周期 稍微往后延而已 那如果是我们刚才讲的 开放性的那个结果的话 我反而认为这个利润率周期 后面 一个大幅度震荡 以后会迎来一个爆炸性的结果 所以我们先把两个版本 先跟各位谈好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为什么 我们刚才谈到 就是说外资北上的资金 其实流出了其实不多 我觉得大家不论是 不论是封闭的结果 还是开放的结果 其实只是快跟慢的状态而已 它并不是变成另外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原本我期许 它这里会吸一个底部 景气循环类的成长型的 产业会开始上来 然后变成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这产业会挂掉 其实不是这个逻辑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我觉得这个礼拜 我们继续观察 那另外一个 我们之前有谈过 就是有关于投资股市 所带来的 我们讲殖利率也好 或还有10年期公债殖利率也好 这个我讲的大中国的 这个目前的数字 已经来到一个相当高的 一个极致也突破了2020年以前 这代表股票市场下跌的速度 超过债券市场下跌的速度 那通常这种 这种 这种失衡的状态 极致的点出现的时候 往往是股市投资的点 就我们对照长期的历史数据来看 就是你现在投资债券的获利 远远不如投资股市的获利了 对 因为股价已经跌到让它的殖利率 其实相对于公债的殖利率 它的那个立场 那个大幅度的扩大 对 对那那个扩大已经超过了2020年疫情之前 所以应该说疫情当时发生的极致的数字 所以这样看起来股市在这个地方落底的机会 其实应该是很大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原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因为前面有个白纸运动 我还是得先解释清楚 先解释清楚 那所以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最近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是说 因为现在上证指数在10年线附近 长期观察确实10年线附近都是很好的切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最近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PCR的部分 我们看到很多检测类的股票 股价表现很好 利润很好 还有甚至挂牌 创业版等等 但是这一类股票 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小心 我讲的是 我们现在都在讲入股 这个是中国大陆内部的检测股 对不对 就是PCR检测的 如果说假设预判是最终是要逐步的解除 这个清零政策的话 对 那你就可以想象 就是他会 他也许在短期之内还有很大的业绩 对 可是这个时间点就不会太久了 对了 而且据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 当然获利是真的没有问题 但检测的过程可能有一些争议性 大概是这样 你最后的结论 好 最后的结论 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先放宽心 我们就密切的在帮大家观察一下 这个白子运动的一个进度跟进展 但基本上 我认为落底的时间只是延迟 但是不会消失 好 这个当然也还是牵涉到就是他这个社会面的动荡 到底他的联谊效应有多大 然后他因此产生的防疫的政策的变化是什么 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要密切观察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国外教授谢陈彦 也要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